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这一场欢乐的活动 我是冯贤贤 我是资深高中生今天来帮现役的高中生服务一下 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一场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其实很惊讶 就是我这个资深人士离开高中已经四十几年了 竟然我们还要谈服役问题 这个显示我们这个国家进步的速度似乎够快 不过呢还是很高兴就是有同学愿意挺身而出来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 我们的与谈人 第一位是警卫女中心女同学 她代表的谈题是 是黄山学潮警女不服从很威的一个名字 第二位呢是北一女的李雨仙同学 她代表的谈题是北一短裤自由正线 很爆笑的一个很有喜感的名字 就是都什么时代然后11世纪了 我们还要来讨论说高中生 是不是可以依自己的意愿穿展附近校园 我想就由这两位同学他们自己健身说法来说明一下 他们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团体 然后在学校困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有什么样的诉求 那等一下他们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看一段他们做的短片 看短片之后我们大家可以来综合讨论 我希望节奏进行得快一点 所以我们中间不会休息 大家如果说需要喝水啊 像洗手间大家就自由活动 那我想首先请这个林雨贤同学 大家好我是北一短裤自由正线的林雨贤 那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 北一目前的服役问题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北一现在目前是争取的图的线 就是我们短裤很大制服上一个议案 它在上学期 但是在校图会议上面被否决掉 那目前学生是自发性组成的这个 北一短裤自由正线 那我们的主要诉求是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 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开放短裤自由进出校门 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调整增加 校图会议上学生代表习次 发言次数时间与次数 然后希望说可以公开会议记录 那第三个就是说 就是比较愿景的部分 就是希望说校园中 学生权利相关的议案 能够成真弱势民主 那我今天讲的话 就大概是围绕了我的这三个诉求来讲 那第一个就是争取等裤进出校门的部分 就是现在北一校规是规定说进出校门的时候要做整齐制服 所谓整齐制服呢就是绿制服的衬衫加上长裤或裙子 那目前呢 有就是其实现况是说 就是只有进出校门的那一刻会抓 所以说像我今天我今天穿的是制服 就是制服上衣加上运动短裤 那这样子在校园里面走动是OK的 那出校门之后也是OK的 只有在进出校门的那一餐那是不OK的 对 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的做法就是学生在学校就是这样穿 然后进到要出校门的时候 一赶快套上裙子或一赶快套上裤子 一扣出那个接下来赶快套下来 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部分 那像本人就是蛮懒惰的 所以我都是去躲教官 然后直接跑出来 那在我们全校信问卷的结果显示说 就是有七成功的学生 他是支持修改这项服役规定 那就是希望说可以开放 我们的制服上衣很大运动暖裤 好 那既然 就是不些果论说大家穿短裤的原因是为什么 像我个人就是因为我很懒 对 那 究竟 毕竟定这些规定就是这些大 大多数是这些大人嘛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说 他们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 所以我今天就 选了几个入围的 第一个 第一个是 你想想很不美乖 那他超丑的 好 我是头一回听说原来美丑可以作为 就是一个规范的标准啦 那我想想是说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叫做美 怎么样叫做丑 这是由谁来定义 第二个 那北一女生的形象是可以用一个单一的形象来来描述的吗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单一的形象来描述一个多远的群体吗 因为像其实大家看我嘛 就是剪断乱头发 然后又戴奇怪的耳环啊 这样 其实我就是平常穿主是一个还蛮不主流的人 那其实这样等一下刚刚就是有提到说 我们等一下会播一个影片 那我在里面我饰演的就是路过的学生 那我其实我很感谢北自正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挑演员 因为这是因为我们不挑演员 我们不挑那种社会大众 我们认为符合北一女中学生形象的学生 所以才能真实呈现 北一学生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形象 我们是一个多远的群体 我们本来在这个北一校园里面 我们就存在着不一样的人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 这一点的话是在校务会议上面 给听频道的一个理由 然后也是蛮多人提出来的 就是说你们女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像我是个男生 看出露出了大图 我也是都会看几眼的 你们要多懂得保护自己 我说为了你们好 对为了你好 对 那我想先跟大家妥协一下一点 就是我们的短裤真的没有很短 来我这边cue一个现场穿全职的同学 来这个学妹 来大家看一下她的裙子跟我的裤子 到底哪一个比较短 问一下 如果大腿露出的面积 跟你的危险程度成正相关的话 哪一个比较危险 请问风吹不来的时候 是我的短裤会飘起来 还是她的裙子会飞起来 好谢谢学妹 那第二点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这样子 就算好就算我穿短裤真的超不安全的 那难道这可以成为 这是规范我不可以穿短裤的理由吗 我们现在就是有人提出就是说我们这样穿不安全 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说难道这样子不安全该检讨的是穿短裤的人吗 难道我们因为说这个女生这样子穿不安全 所以我们应该要检讨她说你这样穿不安全 所以你要把自己包裹紧紧的 这样才能免于别人欺负你 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 那先就是不论说大家的守护的原因是什么 就算就算我认为我自己是北衣卖力 你知道吗 你把这以前也梦害那的那个 就算我认为我是北衣卖力 我都是要穿的超短的热裤 然后能进校的时候大喊 I came in like a ranking ball 那你们可以 我进校门的时候就算我把短裤子卷得超短 它变热裤然后这样进校 因为这个原因 而就是可能对我做出骚扰或者是什么的 或者是说你可以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你这样子因为我爱 所以你就来处罚我吗 这是正确的吗 不然不我们觉得 我是太力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 还蛮常被知识人提到 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穿整齐制服是一种对学校的认同 其实我这一点可能是逻辑上的问题 我必须承认对有些人来说 穿整齐制服第一是表达对学校认同的方式 但这基本上 写的附近大人嘛 没关系 就是 我承认说穿整齐制服是对学校认同的方式 但是这个话 他基本上第一个假设 每个人对学校都有认同 就让我觉得不一定 对啊 然后 其实我们表达认同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这句话他狭窄了我们表达的方式 他认为说 只有穿整齐制服才是对学校表达认同的方式 所以他要求大家 必须要整齐制服表达出我们的认同感 但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就是刚刚讲了这么多 就是关于反对保守的 那其实 因为 我相信在做 应该蛮多人都 像没有失职去当过学代 然后去跑过这些程序 然后去争取 比如说争取学生权利 那我今天就是 想要稍微带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去争取一个服依自由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 所以我今天就 麻烦在场的各位跟我一下讲 说你现在就是一个高中生 对 你就是我们 然后呢 你们现在要来争取服依自由 那你就实际来更跑一次程序 第一个 你会先做一个开放式问卷 就是你会先到每一段发一个问卷 然后问他们说 我们要开服依委员会 然后呢 你们希望有没有被提出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意见 所以呢 统筹之后 大家要制服加短裤 好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呢 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一样是发一个问 就是发一个全校性的问卷 问每个学生说 诶 你支不支持就是这样子的议案 好 那 呃 我们这一上学 我们之前做出来的结果是有七成的学生支持这样子的议案 那 接下来呢 就会 呃 我们学生 学生代表呢 就会在 就是我们其实固定时间都会开一个叫做服依委员会的东西 他基本上就是讨论 呃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一批制服的材质啊 规格啊 什么的 那 学生代表就会在这个会议上追加议案 就是说 诶 就是我们 有学生 我们提案说 希望就是混搭我们制服上衣 这样他们转裤可以开放进出校门 那我们先看一下呃里面的组成比例 校方就是 校方比学生就是 20加1比6 那个加1是主席 对 那 实际上运作的方式就是 学生现在提出一个最佳页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场的老师们 就会开始 质疑你 就会说 诶 怎么可以这样啊 什么的 然后他们质疑过一轮之后呢 你必须要用 非常 简单 而简短的回答 来同意回答 然后之后随机进入表决 那我们上学期呢 是首度非常奇迹的过关了 就是 我为什么都是奇迹过关 因为基本上 是凭借着 有老师缺席 跟 有人投废票 然后就 诶 一票之差 我们过关了 我们可以穿短裤了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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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还没结束 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不然我们现在就不用在这边了 所以呢 现在学 后来学校就寄出了一个大BOSS 他就是校务会议 为什么我叫他大BOS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成 小冬名学生 200比3 你觉得会过才有鬼 所以呢 我们目前是 我先讲一下结果啦 就是我们在校务会议上 是104比32 就是这个议案被复决掉了 那 他上面 他上面的 就是在这个会议里面的程序 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一个会议 然后召集所有的 老师行政代表 还有我们三席的学生代表 然后呢 就有学生代表先来讲说 诶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这个议案 可能我们就说 诶 我们之前做过的问卷调查 然后 七成多的学生 支持这样子的议案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修改服役规定 然后呢 就是 开放 可以转库进出校门 那之后呢 就会在场的 老师行政们 就会开始轮流麦克风 就开始问说 诶 可是我觉得怎样 怎麽样怎麽样 就 其实就是 在砲一遍啦 然后呢 之后 学生代表 警人 就是在 老师跟行政 发表他们的议案 那完之后 也是 非常简短 而简洁的说 说明过 或同意回答 之后再进入表决 那 其实 现在大概跟我们这样跑过了一遍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四点 第一个是福音委员会通过 基本上就要靠几多的运气 我们这次真的是 就是 狗食运 所以我们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 就是说通过福音委员会 就是说通过福音委员会 那就算 就算我们又真的这么好运 又通过了福音委员会 还有如天方夜谭的 校务会议等着我们 那校务会议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老师和行政 基本上都是人人有票 可是三千名的学生 这个 比如说像这次讨论是福音问题 这福音问题其实是 是优关所有学生权利的 那三千名的学生金 三名学三票的票数可以投票 那像我刚刚有特别的说明 就是这样子的会议是怎么程序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 这样子的 福音委员会 还有校务会议 这样子的会议 其实是不能够提供一个好的 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丢出去 我们的想法 然后对方丢回来 然后我们总结 然后就开始投票了 基本上 我们发现到这样子的对话 其实是常常是没有交集的 然后在会后 就是学务主任也表示说 相同的议案 就我们现在是 就是高一高的高三 就是三届学生嘛 对于我们这三届学生 我们很难在同一届 就是在 把这个相同的议案 拿出来讨论 因为学校会觉得说 这个上学学有讨论过啦 那你们还是同样这一批学生 为什么还要再讨论过 再讨论呢 就是说 其实北一这样子争取 已经非常多年了 就是说一届脱过一届 我们只是想要 进出校门的时候 可以上转库的这个 描小心脸就要要无奇 那我们接着刚才北一致的成立 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基本诉求 就是希望说可以转库的自由进出校门 我们更希望说学校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 就是学校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而不是这种没有交集的对立和攻击 我们希望学校和学生可以彼此更加重视 然后不再只是上队下的权威压制 那我今天就大概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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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片播放可以拍 謝謝你 好,謝謝雨仙 大家講話其實真的還蠻有心的 然後他剛剛引述學校的一些反對的理由 也實在是很香 就是如果北宜女真的這麼重視自己的形象 北宜女的校方、老師跟行政人員 應該要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述 不然的話這完全是反教育 因為剛才那些理由都完全不合邏輯 完全沒有邏輯 而且違反我們的教育基本法 或者是所謂的高級中等教育法裡面 結諸的那個我們要追求的培養自由民主國家的成熟公民 具有民主素養公民的這樣子的精神 我們在他們這些奇怪的論述裡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而且這顯然就是一個反教育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我自己過去幾十年一直不遺餘力的在 在詆毀北宜女 然後經常都得不到回音 因為 因為 絕大多數的人 如果有念過北宜女的話 都以身為北宜女的畢業生為榮 可是 我必須坦白說 我一直很不喜歡這個學校 今天聽了雨先生描述之後 更覺得遺憾的是 已經過了四十幾個學校的下的程度 似乎 並沒有絲毫的下降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如果北宜女 是一個值得大家尊重的 第一個有品牌的學校的話 她應該要拿出 符合一個值得大家尊重跟有品牌的學校的 思想水平 跟教育素質 給大家看看 而不是讓我們聽到師長這麼下的言論 那跟戒嚴時代的聲音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你們現在短褲比較好看一點 我們從前的短褲更稠 你們不知道 我們從前的短褲是跟燈籠褲 這個時代超級的可笑 是一個燈籠褲 就是一個大燈籠 然後收在 聽說是說 為了不要讓女生可以被人家看到身材 所以設計那麼醜 那麼滑稽 然後我們從前 星期一 星期一是要穿軍訓服的 不知道你們現在要不要 現在不用 從前 每個星期一 一個禮拜的開始 要穿成狗屎黃的那個醜 每個要死的軍訓服 一整天 我最恨的就是星期一 每個星期一都只上到起點 然後一放學 就想要趕快衝回 因為根本不想走在路上被人家看到 就是說 talking about什麼是醜 學校的人知道什麼叫做醜嗎 他們設計的東西從來沒有美過 他們有什麼資格去談美醜 要有一點品味 有一點修養 有一點 對於美感的經驗 有一些好的感受 喜歡文化藝術的人 比較適合談美感吧 不是這樣嗎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譬如說北宜女 什麼時候學校給我們這樣的薰陶 看來現在好像也是沒有 對不起喔 我不應該講這些難聽的話 不過 因為他們不適合講 所以 反正我講都是過去的事嘛 我都已經畢業這麼久了 所以我來講一講的問題 那接著我們要請今天女中的 非常威猛的這一個 情侶不服從的 全體的代表 黃靖茹來跟我們講一下 情侶的情況 大家好 我是景美女中的學生 那我是 房山學朝 情侶不服從的成員 那剛剛 允賢已經跟我們講了非常多 學生在體制內如何的爭取 主義自由 然後這之中有多少的困難 以及學生的訴求 那因為今天來了很多的 社會人士師長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談的是 高中教育裡面的服依問題 跟這個社會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關係 為什麼 老師們 家長們 然後社會人士們 大學生們 你們要撥空來參加高中生 做服依自由的講座 因為你們已經過了這個時間啦 但是 就是因為 我們覺得 這個跟大家都有關係 所以才想邀請大家來 所以才想邀請大家來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景美體中的狀況 是我們目前正在爭取開放鞋進襪進 那我們的鞋進是 只能穿75%白色的球鞋 以及過懷白襪 那我要先 這邊先插畫一下 就是 有誰可以算出 球鞋的鞋面上 怎樣算75%白色 這個算得出來嗎 這個算得出來嗎 算出來了以後 我告訴教官 教官有辦法幫我驗算嗎 好 那這個東西就已經 在法律上面 它已經不具有 法理的正當性的素質 那接下來是 只能穿過懷白襪 而且呢 因為通常高一剛入學的時候 教官都會提醒學生 那學生就是去買白鞋囉 不要被教官寄喔 所以通常沒有人是因為白鞋被寄的 那大多數人都是因為白襪被寄的 然後 因為他們沒有穿白襪 那我很乖 我都穿白鞋白襪 真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來來來 看得到嗎 我都穿白鞋白襪 沒有你要抬起來 開起來 我都穿白襪 我真的很乖 而且我現在把它脫掉 然後我想要說的是 在 這樣子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裡面 為什麼學生 他 需要去 爭取 這麼久 而且 呃 在白襪 白襪的規定裡面 在我們只能穿白襪嘛 那 非常多的學生 他是會偷偷違規的 然後他以一種讀法的心態 反正 教官不會抓 我們教官的確是 有實在有實不抓 那這樣子 的做法 他是不是就是一種認知 因為法 因為規範定義的不清楚 因為規範沒有共識 因為 因為 教官他不想要得對學生 他不想要對學生衝突 這的確是 我們教官非常高落門 但是 這樣子的做法 這會造成學生不知道 他該怎麼樣去質疑規範 他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面對 他認為不合理規範 因此學生只能透過偷偷的 偷偷的違規 這樣子的作為 這樣陽奉陰違的作為 去面對這個規範 那我們今天站出來要說什麼 我們今天站出來要跟 行班女中的學生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高中的廣大的學生說 你其實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當你在面對 你認為有一點奇怪 有一點束縛你的規範的時候 你其實有不同的選擇 你其實不需要 偷偷來 你其實不需要左教官 那 為什麼告訴學生 你有不同的選擇 對於這個社會 是好的 因為 當 一個人 他知道他為什麼而選擇的時候 他才可以為他的言行固德 一個人要如何為自己固德 那必須要他的行為 是出自於他自己的個人意志 他的個人意志 是要在他明白這些選擇背後的原因 他的目的 他達到的效果 或者是他這個選擇之外 也許還有跳脫框架之外的選擇 如此一來 他才能夠 因為這些獨立思考 然後衡量的結果去選擇 那麼 產生的效果 我們就會請他自己固的了吧 那如果今天 學校連 服儀 穿什麼鞋子 穿什麼襪子 他都不讓學生自己去嘗試 自己去選擇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期望 我們的孩子可以長大 我們要怎麼期望我們的孩子 可以在 18歲的時候 20歲的時候 為更重要的事情 負責任做選擇 因此 我們是不是要承認我們的教育 他根本就不想把學生 教育成一個成熟負責任的好公民 他是不是其實就是一個威權的教育 怎麼樣威權的教育 他告訴你說你只能在這個框架裡面 你只能在同樣的框架裡面 而且你沒有自己選擇能力 你不需要去質疑 你不需要去思考 你也不需要為自己負責 那一個威權的教育 一個威權的教育 教育出這麼多 不認為可以為自己負責的學生 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會產生一個極為幼稚的社會 因為這個社會的人 他們不覺得 他們可以為自己選擇負責任 他們不知道他自己在選什麼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那麼當社會出現一個挑戰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例如說最近有非常多隨機傷人 或是隨機殺人的案件 出現這樣令人難過令人震驚的事情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只期望上位者 趕快把兇手抓起來 大多數的人只期望把責任推給 掌握權力的單一的個人 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個體的無力 那是因為沒有人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把責任推給精神病患 叫大家預防禁忌啊 可是這樣真的是對嗎 這樣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 一個威權的教育 它會創造幼稚的社會 幼稚的社會 會讓所有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威權的教育 它不只是不讓你負責 它不讓你選擇的時候 你就只能成為一種樣子 想想看整個社會裡面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樣子的時候 會有多可怕 我們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改變 大多數的人就不知道該怎麼應對 大多數的人就只能用同一種思維 同一種模樣去應對 那這樣應該蠻危險的 應該蠻危險的吧 所以我認為學生做福一自由運動 真的很小 我真的不在意我穿什麼鞋子 穿什麼襪子 因為我真的很乖 但是 但是從這樣很小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執政者 對於教育的想像 對於我們未來社會的想像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社會對於學生的期待 這個社會的大人到底欺負其他學生長大 到底欺負其他學生為自己負責 到底欺負其他學生可以扛起這個世代的責任 我要真的在心裡來個往 那接下來 我還要再談一個主題是 除了教育不讓學生長大外 教育甚至更不想讓女學生長大 我們從最近幾年的福一的自由的世界可以看到 從台南女中到台中女中 到北一女中到景美女中 這麼多女中 這麼多公立高中裡面 大多數都是女校等福一館的特別嚴格 特別的想要把女生塞進一個框架裡面去規範 特別的想要讓女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這不是我們的社會根本就不希望女生當家做主 然後之後再罵她們說是公主病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不是很不公平的嗎 因此我認為 因此我認為反抗威權 反抗這樣子不合理的福一規定 是為了可以成為自己 把如何成為自己 成為怎麼樣的自己 這樣子的話語權 這樣子的麥克風 握在自己手裡 而不是交給別人去決定 那我認為要怎麼樣子跟降威權的體制溝通 我認為體制必須要釋出善意 而那樣的善意是有誠意的溝通 也就是說體制不可以再 也就是說我們的學校 他不可以再 一再的利用他自己的話語權 去搶掉單一的價值 例如說我們的確是開了福一委員會 的確是開了教務會 可是在這些會議之外 是不是常在招會或是校慶等等 就是掌握有極大的權威的場域的時間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白寫白襪 告訴我們說黃沙黑群有多麼的偉大 我不覺得這個東西它不好 但是它到底好不好 應該是大家一起來判斷 而不是你告訴我一定得要怎樣 第二點是校方必須要在 校方或是統治者 當遇到違規的人 違反規範的人的時候 應該要去問說你為什麼違反 而不是一味的處罰 因為當越來越多人去違反規範的時候 去不信任規範的時候 統治者就必須要知道 你的統治出了問題 你出了錯 你必須要去承認 那在這樣詢問原因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許可以慢慢的找出一個 更適合彼此的一個規範 那最後一點是 只要有反抗的聲音出現 統治就必須要回應 這樣才是一個有誠意的溝通 那這樣有誠意的溝通 才能夠漸漸的使得我們從威權的教育中走出 才能夠漸漸使得我們的大人 一定的把權力下降給學生 因為學生要懂得如何為自己選擇 如何為自己負責 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也許從10歲12歲慢慢的 或者是可以更早之類的 但是總之它不是今天 它不是今天你年齡到了 然後你18歲了你就會懂得怎麼選大學 20歲了就懂得怎麼投票 是一點一定慢慢來的 那唯有有誠意的溝通 校方統治者必須要有誠意的溝通 我們才能夠走出威權的社會 才能夠走出威權的教育 我們才不會做到一個幼稚的社會 一個不知道如何負責的社會 一個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的社會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大人可以相信我們的孩子 就是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可以做一點事情 相信我們即使犯錯了也願意承擔 相信我們即使跌倒了也哭不哭就好了嗎 對不對 有什麼好怕的 就是相信我們的孩子可以撐起這個世代 相信我們的孩子是願意負責任的 謝謝大家 謝謝靖如 學校的教官到現在還在care的就是 你腳上穿的襪子是什麼紋路什麼顏色 跟你的鞋子是不是有滑稽的75%的白 他們也是還蠻幽默的 想出這樣的規定 那我想起我在北英女的時候 有一次走在校園裡 就突然被教官叫住 然後我就想說是哪裡不對 我會沒忍他 他就說我穿的襪子是有紋路的 那其實就是戴那種賣學生的服裝的店 買著學生的白襪 我那天超火的 超火的 我真的 如果不是戒嚴的話 我不知道是動什麼事 坦白說在北英女每一天都在等畢業 然後畢業典禮那一天 我真的就是拿到畢業證書 就拽著我的東西衝出校門 唯一的念頭就是我再也不要回這個學校 後來也沒被回去了 有一次啦 因為我大學聯考考太好 這個非常工業的學校 就叫我回去 這個 被他們表揚一下 我不覺得是他們的光榮 除了我這一種 就是 就是以畢生幹狗北英女為實質 校友 我想北英女 大家都最好是假裝不承認有這個人 但是現在2016年還在扯 你的襪子應該怎麼穿 就是這些人有沒有問題 這些人有沒有資格 自稱是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你應該在乎的是學生的腦袋裡想什麼 不是他腳上穿什麼 我去年讀孤寬秉先生的傳記 孤寬秉先生是1920年代出生的人 他的爸爸是在台灣歷史上頂頂大名的孤顯龍 他現在還在世 他一直都用他個人的力量去促進社會 做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他去年出了他的回憶錄 裡面講說 他十幾歲在台北念台北高校的時候 高校就是高中 他們在學校談的是黑格爾康德 他每天去學校之前是先到書店去逛一逛 看有什麼最新的書 他們不是在讀Nonsense 他們是在讀世界最先性的思想 歷史 德學 科學 那是台灣的 1930年代 現在是台灣的 21世紀 2016年 我們的學校倒退層 還在care 學生的襪子穿什麼顏色 而且 輕衣色都是女校在這樣壓制學生 真的是 在講要罵髒話 我同學非常痛恨北一女 因為她壓制女生 而這個傳統 竟然到現在都還沒有改變 像我剛剛講的 大家聽了以為是笑話 就是說 叫我們女生穿那麼醜的 那個燈籠褲的運動褲 以免露出身材 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壓制女生的行為 那其他所有的規範 所有的那一些嚴格的管教 其實都是非常深刻的性別的旗幟 所以同時我在北一女的時候最羨慕就是建中的學生 因為對照者就是他們 然後他們非常的自由 他們活動也很自由 好像校服也自由 中午還可以出去吃 就是離開校園去吃午餐等等 就是在四十幾年前的建中就這麼自由 可是北一女卻是那麼的嚴格 到現在還在care 你穿個運動附近校園 美不美觀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我覺得非常的滑稽的就是說 為什麼一定要有制服 如果說私立學校 都是有錢有志人去讀 他們為了彰顯他們的階級 他們穿一個制服 那我們也管不著 可是公立學校 為什麼還要再講階級 綠色是一種階級 黃色是一種階級 為什麼還要穿制服 就很奇怪 就是我們連可不可以不要穿制服 這種事情都不能挑戰 我們還必須非常卑微地去請求他們 讓我們可以穿運動短褲進校園 讓我們可以不必被白鞋白襪的規範所騷擾 這個請求真的是太卑微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兩位同學準備的短片 好了謝謝 你看聲音 給我笑甚麼 電腦 音樂線記錄啊 對 text 你從那個就擦好嗎 把眼線線畫三 mimics mimic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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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是全球小波 全球小波 全球小波 那個北女裝比較珍貴的手波 我們最後波就是用那個壓軸 這是北女裝的影片 影片老師你可能想要對答 好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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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聽到 你好,知道嗎 對呀 我來問你,你好,知道 對呀 對呀 對,不錯 好,我來聽到 我要這張 是否有聲音 我這個好聽到 對呀 所以,我等一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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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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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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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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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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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